大家好,欢迎来到善意奖装修,我是善意 众所周知,集成灶因为近风口,距离灶台近,所以吸烟效果格外好 那是不是只要满足了近吸,就可以被称作是一台好的集成灶呢? 市面上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的集成灶成百上千款 挑选时到底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是不是能炒辣椒不嗆人,就算是好的集成灶了? 2021年我列过蒸烤一体集成灶选购的20个细节 今天我会再出一版蒸烤独立集成灶的25个选购细节 别瞎选,这些细节看懂了,再去挑 一共有25个细节,分为烟机、造具、电器这三方面 目前国内做蒸烤独立集成灶比较专业的呢就是一田 而其中卖的比较好的就是S8A和S8M这两款产品 不仅在线上保持了高销量,线下也是很多门店的主打款 下面会以这两款产品为例,把挑选的细节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细节一,风道设计 某些集成灶用的还是双向的风道 您家烟道朝左侧,它就只是单纯的把右边堵上 这样排烟时风力还是会左右分散 容易降低风力,也容易增加噪音 好的风道一般是单向风道 按需选择安装方向,风力更大,噪音也更小 细节二,吸烟风量 风量越大,噪音也会越大 所以我一直不建议大家盲目的选择大风量 集成灶因为吸烟距离近,所以不用很大的风量 也能实现很好的吸烟效果 但如果爆炒的瞬间油烟太大,风量太小也不行 建议至少选择15立方每分钟以上的,超过18立方会更合适 但如果超过22立方,可能存在虚标或者噪音超标的问题 细节三,风压大小 风压太小可能导致风道受阻时无法排烟 在某些楼房里这种情况可能会遇到 楼房建议风压至少在300帕以上 太低可能确实不够 不过如果排烟受阻不严重,一般也不需要太大风压 6700帕那种其实很少能用上 即便是某些打着大风压旗号的产品 其实也只是在受阻时才会提升风压 一天S8A标称风压是360帕 但是居然还有巡航增压的功能 这点还挺出乎我意料的,算是一个惊喜 细节四,油脂分离 传统上排式烟机为了提升油脂分离率 只能靠增加油网来实现 集成灶是下排烟,有内壁冷凝空间 所以即便没有油网也能实现比较好的油脂分离效果 从清理的角度来说,玻璃材质会好于不锈钢 我也更建议大家选择机头背板为玻璃材质的产品 细节五,风机位置 大部分集成灶都是风机后制 但一天有一些款是下制风机 从排烟角度,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对于集成灶来说,下制确实有一些好处 首先,从实测看,下制风机确实可以扩充蒸箱烤箱的炉腔溶机 其次,下制距离人耳更远 所以噪音会更小 另外,排升了蒸箱烤箱的高度 战力操作更容易 细节六,造具火力和热效率 火力规范的称法应该是额定热负荷 国标限制民用火力最大为5.23千瓦 所以一般5千瓦就算是大火力了 日常爆炒没问题 如果是4.2千瓦可能就有点低了 至少也应该在4.5千瓦以上 热效率现在普遍做的比较好 集成灶要达到一级能效 热效率需要达到59%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都能达到 个别产品还可以做到60%以上 细节七,进风设计 燃烧需要空气,造具一般有 下进风,上进风和上下进风 这三种进风的方式 我个人觉得上进风会更好一些 上进风可以做到无孔隙,无死角 更利于日常的清洁 细节八,燃烧器设计 大部分都是大小火分体的设计 比较高级一点就是一体化的整体燃烧器 S8M是一天比较独特的太极燃烧器 小火时里面的太极圈出火 比普通小火的火盖面积更大 热量分布也更均匀 而且整体燃烧器也更有利于清洁 细节九,防爆钢化玻璃 不锈钢台面容易刮花 我个人不太推荐 市面比较常见的都是防爆钢化玻璃 这也是比较主流的 S8M用的是黑晶面板 黑晶面板更耐刮耐滑 而且不沾指纹优雾 无论是美观角度还是使用角度都会更好 这也算是中高端机器的重要升级方向 细节十,气垫分离设计 造具用气,蒸烤用电 如果气和电不能分开则会增加安全隐患 能真正做到气垫分离的产品不多 一天的下制烟机设计 电路都在底部 物理性的气垫分离更靠谱 细节十一,炉枪龙机 集成造因为自身的尺寸大 所以集成的蒸烤一般都比普通嵌入式的炉枪更大 左右结构的蒸烤独立 因为可以充分利用横向的空间 所以虽然中间多了一个隔板 但整体的体积并不小 S8A和S8M这两款炉枪设计是一样的 蒸箱和烤箱加一起达到了74升 还是很不错的 细节十二,操控方式 目前大部分面板都还是黑白触控 虽然能用 但显然不如彩屏更直观方便 S8M集成的是彩屏触控面板 而且是放在了机头的位置 不用弯腰就能使用 这点比较人性化 细节十三,蒸箱容机 基于我多年的观察和实践 我个人认为蒸箱会比烤箱使用频率更高 或者说更适合大部分的中国人家庭 很多蒸的菜尺寸都会比较大 比如说蒸鱼 而且同时蒸很多东西也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蒸箱的尺寸不能太小 S8A和S8M这两款蒸箱都为48升 尺寸不算小 可以满足大多数使用的需求 细节十四,蒸汽功率 很多人觉得蒸只有一百度 似乎功率不用太大 但实际上要想保证蒸的能力够强 比如直接蒸一些冷冻的食物 那蒸的功率就必须够大 一般低于1500瓦的话 那就太小了 超过2000瓦以上会更好用 细节十五,水箱魅制 水箱如果是开门才能更换 就会导致需要补水时热量卖易 而且增加烫伤的风险 靠谱的蒸箱一定是水箱 外置所有内置水箱的产品都不建议买 细节十六,蒸汽后排 蒸箱工作时需要导出多余的水蒸气 这样可以避免炉腔的压力太大 也能促进蒸汽循环 不在集成灶里使用的 独立的嵌入蒸烤箱和蒸箱 一般都是通过前门排出蒸汽 控制不好可能会让做饭变成桑拿 集成灶一般会采用蒸汽后排 如果做不到那就不建议买了 细节十七,蒸箱内胆 蒸烤一体机的内胆除了不锈钢材质 还有用糖瓷和陶瓷材质的 但我觉得对于纯蒸箱来说 不锈钢就够用了 升级的话也要升级成陶瓷的 糖瓷不太适用于蒸烤一体的环境 或者蒸箱环境 一旦磕碰脱糖 很容易导致内部的铸铁被蒸汽腐蚀 内胆就废了 细节十八 蒸汽发生 主流的蒸汽发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蒸发盘式 另一种是导入式 我个人觉得蒸发盘式比较科学合理 占用空间小 而且雨水也好清理 蒸汽导入式占用空间会更多 而且一旦导入位置太靠上 就会导致底部蒸不熟 像S8A和S8M这种蒸发盘的设计 还是比较合理的 空间利用率很高 顺带一提 个别产品的蒸发盘螺丝是漏在外面的 一来容易藏污纳垢 二来可能嗅死无法拆卸 尽量避开外露式的螺丝吧 细节十九 蒸香门板 门板的隔热主要通过玻璃间的空气 以及玻璃本身实现 如果要隔热效果好 那就应该间隔多层空气 并使用LowE隔热玻璃 身边上很多纯蒸香用的都是普通玻璃的双层门板 理论上虽然够用 但长期蒸还是可能导致门板表面温度过高 如果能将其中一层玻璃门板换成LowE隔热效果会好很多 细节二十 烤箱容积 严格来说 S8A和S8M这种独立的烤箱算是小烤箱 26升的容积其实并不算太大 但是也比一些台式的小烤箱还会大一些 我个人理解这种左右独立的结构 其实还是更偏向于争夺一些 烤就弱一点 这个没有对错之分 主要还是看您的使用需求 如果您是需要烤整只的火鸡 那这个肯定不够 但是如果只是日常的烤鸡 烤鸡翅 烤蛋塔 炸薯条 其实也够用 细节二十一 烧烤功率 如果是嵌入式50升以上容积的大烤箱 烧烤功率一般都要2000瓦以上 才合适 但是如果是30升以下的小烤箱 那1000多瓦的功率也够用了 S8A和S8M的烤箱呢 都是额定1350瓦的功率 不算太高 但也够用 细节二十二 烤箱内胆 如果是不锈钢的内胆 烤肉时喷溅的一些油脂 会比较难清理 糖瓷内胆呢 会更容易清理一些 耐高温的能力也更强 是比较适合烤箱的 细节二十三 烤箱温度 大部分烤箱最高温度都在200到220度 这主要是受限于密封能力 内胆材质和功率限制 S8A和S8M的最高温可以达到230度 算是比较优秀的 此外还支持50到60度的低温解冻 如果有些食材比较怕潮 这种解冻就可以在解冻的同时烘干 算是在蒸箱解冻之外 一种食用的补充 细节二十四 烤箱层数 大部分烘焙和烧烤 直接放在底部或者最下层就可以了 但如果做空气炸 或只有背部风扇烤管工作的烘焙 那多两层就可以多摆放更多的食材 顺带一提 有背部风扇就可以做空气炸了 相比普通的空气炸锅 炉枪更大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细节二十五 烤箱门板 烤箱工作温度很高 很多台式烤箱都解决不好隔热的问题 集成灶的嵌入式烤箱 四周的隔热显然又好于台式烤箱 但个别产品真烤一体或者烤箱的门板 还只是双层结构 或者没有使用low-E隔热玻璃 这个就会导致工作时门板工作温度过高 S8A和S8M的烤箱门板都是三层结构 而且有两层low-E玻璃 隔热效果会更好 好 本期关于真烤独立集成灶的选购 就介绍这么多 虽然视频是一填赞助的 用来对比的机器也都是一填的 但咱们讲的知识其实是通用的 到底某款产品好不好 不要总指望别人告诉你 学会判断的方法和逻辑 自己判断才更靠谱 产品没有完美的 只有适合的 祝您能装出满意的厨房 求赞求币求转求关注 播放越多下集来得越快 我们下集再见